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没事吧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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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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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是生命的终点吗 十四个小时以前 我迎来了死亡 像被按下暂停键 短暂的混沌之后 我惊讶地发现 一切还没有结束 我的每一寸肌肤 仍然在感知着这个世界 原来死亡 只是换一种形式的存在 有生以来 我第一次想要毫无保留地 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 以一种我从没有尝试过的方式 也许是笨拙的 但你要相信 我所讲的每一个词 一位活人 善于伪装 而亡者 拒绝谎言 我是范佳佳 你准备好听我的故事了吗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 但是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 有最纯洁无私的灵魂 几个月前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医学生 毕业意味着医院 担务挽久生活的开始 可是因为一个人 我对未来 有了不同的期许 今天 我为大家请来了你们的诗句 主持这场 告别仪式 大家欢迎 素有鬼手佛心之称的著名法医 勤勤 我听到过无数关于他的故事 请 快走 快走 陈丁德奔 他们安全席你们 陈丁 陈丁 快出来 我刚回家给你收拾 很多人说 他就是个疯子 为了取证 连命都可以不要 但是对我来说 他就是一个传奇 因为他 我对法医这个职业充满了向往 同学们好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第一次见到尸体是在什么地方 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 都会回答在这里 没错 我们医学院的课堂上 这一位位无语体师 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告诉了我 生命的秘密 今天 这三位无语体师老师即将退役 让我们用最后的礼仪 来表达我们对他们深深的敬意 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现场情况判断 凶器应该是从窗户掉进来的 死者身高一米八五左右 腹披颅骨导致骨裂 一击致命 身体上柔软 胃出现失胶 测一下肛温 估算一下死亡时间 没错 这就是我 作为实习法医的第七十八天 我已经是个老手了 老大 刚温机落家里了 肤部温度三十四摄氏度 按照环境温度系数评估的话 死亡时间在三小时左右 他真的摸一下就能知道温度啊 好大的日子臭皮雷点 可是功夫过瘾 摸一下不差不多超过零点二度 好生人体测纹机 范佳佳 我警告你 下次再忘记带东西的话 直接改名叫范彤彤 清平 别欺负亲生 佳佳 来我们刑警队吧 有我在 没人敢进去 这是刑警队的林涛队长 他是个好人 林队 当着我的面就挖我的人呢 我就挖了 怎么了 有你这么对待新人的吗 你做事情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软开原案到现在 你都没有拿出证据来 结果是我们刑警队替你背黑锅 网上天天都把我骂得狗血喷头 你知道吗 别急 他们俩同一天进警局 朝规刀子撑不离 咱们都见惯了 整天作秀薄头条 你以为你是网红啊 这 你们也见过啊 这个真没见过 别动 手不拾吧 别动 血症 拍照 血症 血症 我 我自己 辞职古凡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下午两点十三分 第一次尸体解剖现在开始 好了 我们开始吧 给 这台解剖你才主导 我当你的出手 我 要不得出你来 今天我可不得心啊 明天我老婆生日 我要留着手给她擀面条呢 老大 你来距离多久 七十八天 你的实习机该过了 你的实习机该过了 呼吸 深呼吸 颜锁骨 第四肋骨 下方切开 刀口平滑干净 是对死者的尊重 颜胸骨一直下行 避开肚子 避开肚脐 稳住 分离胸打击 注意观察 无内出血迹象 心脏状态无异常 心脏重量在正常范围之内 脂肪油腻 放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好 对了 今天你的表现非常好 怎么了 怎么了 今天解放 我只能给你零分 刀带也给个及格吧 我在学球口全优的 把一地原则就是保护好自己 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 趁早给我你看 这次是我第一次煮刀 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也请你多原谅 如果真的有来生 希望你能做个好人 活得长久一点 你可以写辞职报告 为什么 法医第二原则 不能感情用事 你不适合当法医 我不过就难过了一下 难道你从来不会难过吗 以前三百多次解剖 我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我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眼泪对他们来说毫无异 更会蒙蔽我们的双眼 知道生命是什么吗 三十六到三十七摄氏度 糖质蛋白质 水和无机物的细胞聚合体 心脏停止跳动 体温消失 生命也将不复存在 生命到底是一去心脏会跳动的身体 还是一个拥有记忆和感情的灵魂 如果真如师兄所说的 那么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师兄说法医的第二原则 是不能投入感情 难道从来没有让他触动的事情 或者人吗 他真的这样冷漠吗 我希望不是 是 这么早啊五点就来了 是啊 不堵车嘛 你是不是除了破案就没别的兴趣了 有啊 赢你的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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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也 你 证实被害人死亡 他自己也非常好 所以 这应该是一起过时杀人案 是的 局长 我反对 理由 石晓万是破坏了他人的财务 顶多是志愿居留 秦科长 嫌疑人已经认罪了 而且他所供述的 作案时间 作案地点 作案工具 作案动机 全都对得上 你再质疑什么 你再质疑 今天我爱带来的人贞 范佳佳 这是什么人贞 她的年龄 体重身高 都和石晓万非常接近 我请范佳佳 用同样大小的笔笔 扔了一百次 通过抛物线的分析 除非古牌是躺的利息 不然的话 这副写 是不可能落到她的头上 所以凶患更有其人 案发现场 骨子是冲过的杀疮进入屋内 杀疮是有磁性的 自动吸合 屋内的蚊子是飞不出去的 屋外的蚊子也飞不进来 死者身上 那我们并没有找到 任何蚊虫叮咬的痕迹 所以我敢肯定的是 当时 一定令有人在 我们从蚊子写中 提取出了一个 成年男性的DNA 用最新的歪染色体 家族特异性基因指纹库 找到了他的父系家族 再透过人口管理系统的 亲缘关系数据库 缩小范围 被逼案发现场 附近的监控录像以后 我们锁定了协议人 这什么叫啊 交费啊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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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大 老大 让开 让开 危险 老大 展开 东西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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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伍 顶住他的举动摆 人的脖子两侧 都已经动摆 顶住他 就算让他同步共学不足 让他昏迷 没手啊 没手想办法 用嘴也行啊 快啊 抓贼重要还是真业重要 我出镜了 还要我能啃出镜了 我 林队 你在干吗呢 清明 你小子一定是故意的 他叫寇勇 说号风狗 曾经的全省三大冠军 退役后因为打架多伤人 被处理过很多次 老油条了 具有樊沈迅的经验 说说吧 为什么查古樊 我是去过他家 不过我是去借钱去了 你们也知道 他是放高利贷的 钱不借给我 我就走了 你的手机运动记录 和定位记录里显示 在古樊死亡前后 你和他东西 你在他家里 走了数百步 我为什么要杀他 我知道你不想为古樊那儿子 继续背锅了 我可以帮你审 可审讯你是刑警哪儿啊 知道吧 知道他的线索 算你们刑警对的 刑警 自刑警 我还要不还 我便审认你 我还不存在 其中有钱 有钱 你也还不穷 我可以掌菇犯 我可以帮他面对你一下 软开源 你的确问股帆借过钱 那天呢 你是想赎回你的抵押物 但是事情出乎你的意料 这个纯金的打火机 是在你家里找到的 你问股帆借钱 这是抵押物 你担心这个打火机会牵扯到 软开源的案子 所以你急于赎回它 多给你两千块钱 把火机还给我 一开始你没打算杀死股帆 但是股帆后来的行为 把你一步一步地逼入了绝境 这市局的奖金 都已经超过原价了十几倍了 你怎么着 别的比他们多给 为了逼你还钱 他打了举报电话 您好 这里是举报热线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我呢 就是一个热心的市民 关于你们电视里边 播的那个乱 作为散打冠军的 你制服股帆轻而易举 可惜你没有办法 封住他的嘴 我告诉你 只要我不死 你就别向他们屠这屋 不过天无绝人知道我 老天给了你一个绝佳的 栽赃别人的机会 找谣 你 你的事我是不会说出去的 有客气放我一码好不好 好 别动 你迅速地清理了现场 删除了古凡电脑里的 打火机抵押合同 所以 在你的手机运动记录里 留下了在现场 几百步来回走路的记忆 都是你们穿的 你不是人没有关系 但是所有的证据 连精神相问 你会被控谋杀 不只是古凡一条性 含有阮开员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恨我 因为我发现了阮开员 有可能是被捕杀的 有些事情 比你想象的恐怖 一百倍 我会一点一点的把你舍舍 却能挖出来 啊 逗逗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疯友吗 因为疯友永远能 集中令狐先生的气味 长青梦 我看你 想起他 逗逗 你以后行尘课的事 解冻课还是被上车 尸体呢 星辰 软开人的尸体呢 提审扣勇出事故后 举例通知 软开原案已经交给 其他法医处理 秦队长 你不得再接触 否则案违纪处理 师傅 你说你都喜欢家家这么久呢 打算什么时候表白啊 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 我帮你说句也行 去你的 别给我捣乱啊 师傅 我先去方便一下 没错 是我去投诉的 你在工作中 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情绪和动机 这有爱你的公正判断 你应该回 我没有任何个人的情绪 发这么大火还说没有情绪 软开原案是公认的疑难大案 你就是想通过他来证明你秦明 是最聪明 最牛逼的法医 这就是你的动机 我没说错吧 我承认 这是我的动力 因为我想找到事情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 不是我林涛认为的就是真相 不是我林涛认为的就是真相 也不是你秦明的真相 就是真相 师傅 扣在押运的路上出事了 撤 师傅 押送扣勇的警车被操赛的大货车撞了 扣勇趁机逃跑啊 你看 我记住了你的机会 ี่ 虎生日 Fields 虎生月 虎生日 虎生日 何摄深 Дж 案件在那之后陷入了困境 师兄为寻找线索日益计业 我后来才知道 那个时候 他的眼睛已经出了问题 都说法医的工作 是在黑暗中寻找光亮 而有些线索 只有在真的失去 所有光线和希望之后 他才像一个幽灵一样 悄然出现 漂亮 万元 你如此漂亮还这么美丽 却单身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啊 上天早就给你安排好了 只是在等着这个人的出现 就比如说我 秦铭 万元 这么巧啊 对啊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样 好吗 还行 介绍一下 启蓝药业的王总 生意上非常照顾我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姬 男闺蜜 清明 幸会 秦先生在哪里工作 我是明法医 秦铭 你和秦铭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是前同事 同 同事啊 是啊 你最近在忙什么 一成包商 拖欠工程款 好心的急眼了 给他这儿 还有这儿 搁来一刀 人死了 那个人非常胖 光解剖就花了我整整五个小时 当时啊 我这切下第一刀的时候 这白花花一层脂肪 就是不见血 于是乎呢 我就切下这第二刀 还是白花花的脂肪不见血 最后 我切下这第三刀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王总 对不起啊 真不好意思 来来来 我帮你猜 真不好意思 来来来 帮你猜 我来吧 要不 我先走啊 回去换套衣服啊 王总 我送你啊 不不不 编故事能力 突飞猛进啊 我哪有编故事啊 真的花了我个多小时 辞职跟我一起干吧 当医药器械代表薪酬 是你现在的好几倍 而且 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 做同事 我要是不当法医的话 你说谁帮你一起演戏 去赶走那些 想要对你囤抹不轨的甲方呢 别贫了 好 法医这行 又苦又累 还被歧视 何必呢 我觉得还挺好的 至少医患关系非常稳定 你呀 还是那个样子 没个症状 好吧 症状的时候到了 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我在软开炎的尸体上 进行了一百多处的化验 我发现它体内的 瘟症状重超标 包括它之前冷冻的血液 也是一样的 我想还得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你帮我下走了那么多甲方 也该轮到我帮你一次了 好 要高容啊 好嘞 慢一点慢一点 要顺着他的计划 忙得够好 好 焦佳 你看他们俩玩得多高兴 对啊 师兄他最近情绪一直都不大好 只有跟老师在一起才会这么放松 来来来 这鱼不小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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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盖儿 跑了 我就说嘛 谁是鱼 谁是渔夫 不一定啊 干杯 干杯 来 佳佳 佳佳 嗯 要不要听一听你师兄的酒声啊 要硬啊 有一次啊 我们做读物分析考试 马上就要交这儿了 突然齐鸣大喊一声 他发现自己图错了答题卡 原来师兄也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哎哎哎哎 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啊 我还是非常喜欢自己的学霸人设的 嗯 不错呀 哎 尝尝 好香啊 顾案员说 找到那位英卫ATP导致新穿死亡的病 先走一步 哎 哎 你别忘了 欠我们一次野餐啊 我陪你啊 慢点啊 再见 再见 这个病人的遗体很难得 我觉得对你的研究一定会有帮助 所以想办法说服家属同意解剖 谢谢 对我不用讲这两个字的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顾案员师姐 师兄的前同事 哎 来了 好 好 你们回开手 大宝说 师姐曾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法医 我就不进去了 我能为她做的 也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 就由你来陪伴她吧 听说 她在解剖完一名小男孩后 就再也无法跨进解剖时一步 也许横更在师兄和顾案员师姐面前的 正是这一道大门 她不愿意出来 她 再也走不进去 对 而我也终于明白 法医不能感情用事 是师兄用多少痛苦的经验 换来的一层灰甲 你说 这世上会有灵魂存在吗 听说当年 三毛古龙还与泥匡打赌 说是三个人其中 任何一个人先死 一定要让其他两个人都知道 后来古龙先走一步 可是其他两个人根本没感应到 可见在这世界上 根本不存在是同一个灵魂 那是不是他们关系不够铁啊 行了 我们开始吧 你别跑 可能是累积 烧会电路 你去找一下这般的电工 要我去 不要 那我去 你在这儿待着 我决定我可以去 入到过去 我工作让你抓住 纸巾 进去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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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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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了 放下呀 想找我吗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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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师兄 师兄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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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 我突然发现 师兄也会脆弱 恐惧 Ball 大 案件到了生死有关的时刻 我不能再做一个躲在师兄身后的小女孩了 从现在起 我必须拿出自己全部的勇气 来守护他 这是一过性黑盟 它是长期高压力大强度的工作 用眼过度疲劳引起的 市民是暂时的现象 但是不好好休息 就可能成为永久性的试验 局长来了 局长来了 局长 开运案 最大的时间的运势扣勇 是真的吗 局长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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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是有什么影响吗 局长是有什么影响吗 局长是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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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不走的 你回家吧 不行 局长命令我监督你休息的 我 我家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 没椅子啊 都说局所是一个人内心的外话 老大 你这个房子干净整洁 却冰冷没有生气啊 你长本身了 学会主动我了 我哪有这么聪明 那面墙上是什么东西啊 魔方 我每解剖一个人 都会往上发一个魔方 来纪念合我一个人的人 像流星一样 真好看 是啊 人就像流星 转瞬即逝 你在看什么呀 没看什么 我就是在想 你整天独来独往的 就不会感到孤独吗 孤独能让人冷静客观 对我们法医是好事 那你生活中 都做些什么来打开世界 上知乎帮人答题啊 我可是知乎大神 你去看我的粉丝项就知道了 去 佳佳 哎 你要去找老大吗 嗯 帮我拿给他 谢了啊 嗯 你为什么每天给他买咖啡啊 因为我跟他打了一个赌啊 你和他打了个什么赌啊 帮你今天他说他要辞职 我没让他走 我说你可以陪我下棋啊 赢了我就能走 但是说的话 就要给我买一天的咖啡 什么时候还清了 什么时候才能走 为什么不让他走啊 他非常聪明啊 局里需要他 其实我 我更需要他 给 送你的 什么东西啊 这条鲸鱼 给你家里添点生气 拿回去吧 为什么 拿着啊 我怕被养死了 我会忍不住解剖他们 走吧 好 刚进医学院的时候 解剖道士说我的手指不够零火 拿不完手术刀 周教授去介绍我 让我去学琴 一年之后 我就穿了班上 解剖的最好的学生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快来给我听听 我现在正有状况 拿二胡才比较适合 拜托了 就一手 就一手好不好 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了 手离开了手术刀 我哪儿还要心情 再去拉琴 你就让我做你的眼睛 好不好 好不好 你可是你还想要呗 您看ähr你 我哪儿有的 这你的眼睛 我肯定有信心 你不怎么也没有 我眼睛看不见 你可以先找到眼睛 我的眼睛看不见 你怎么我 我刚才看到了 影子啊 我刚才能够看不见 我想让你 我肯定有很多眼睛 胸部多出肋骨骨折 伤势外倾内重一侧为肾 一次可以形成所有损伤 损伤严重非人力可以形成 符合高峰坠王的特征 继续 手部和腿部有部分擦伤 左腿有严重地核心骨折 还有呢 还有 他的左脚少了两个脚趾 软开云也脚趾残缺 扣勇和软开云脚趾的伤疤 居然一模一样 同样的伤疤用同样的伤疤 手法封合 还有可能是同一个大夫 给他们封合的 根据伤口愈合情况判断 都至少超过十年 扣勇和软开云早就认识了 多人脚趾残缺伤 有三种可能性 一 集体踩踏时间 一 二 特殊行业的重大事故 三 登山队员集体被动伤 那方言小多了 应该能查出来 你把所有的线索交给你套 他说得对 图案不是忘记一个该做的事情 灯哥 灯哥 兔哥 来 我跟我老大复检了扣勇的尸体 发现其实他们是 等等等等 你们去复检扣勇的尸体 这案子不是移交其他法医了吗 但是不是不想放弃吗 所以 所以秦明明就拉着你去了 不是不是 是我拉着老大去的 佳佳 上次违纪的行为秦明明已经差点松了 如果你们继续这样违纪的话 都是要被处理的 我只想说是为你好 也为她好 我知道了 林队 不好意思 大叫了 这 佳佳 来了 这是你要的扣勇的医保资料 老大今天的咖啡 其实我知道你和老大打得赌劳 如果你真的要走他也拦不住你 也不会拦你 我要走了 你拦不下去怎么办 我陪着你啊 小黄欣 在寇勇的医保档案里 我找到了一条线索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师兄 我说过 我要做你的眼睛 我要做你的眼睛 去寻找 你暂时看不到的光明 大宝 我请了再出去散散心 你替我好好照顾老大 放心吧 好好去玩小黄欣 好好去玩小黄欣 江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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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大宝 你的电话来得太巧了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的眼睛能看见了 在家歇了那么多天 终于可以出现场 太好了 好 我这就到 大宝 我已经到现场了 你在哪儿 我 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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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长的痕迹 明显在溺亡之前 已经不密 皮肤发芽范围 这下 唇口 青子 明显的地方痕迹 你会怎么样让他们去查案 如果不是你 佳佳就不会死 就不会死 你救死 你救死 真相 你就是救死 这不如检测 勿范断定是否意外死亡 还需要继续解剖根基 就赶紧 冬队 冬队 你帮我 也就得了 你确实 冬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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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架 这个案子你们俩回避一下 我会调城北分局的法医和干娘过来支援 中文字幕计算是 变成了一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孟欣 撑不住的话 你就先回避一下 我陪着他 有个熟人在他没那么害怕 对吧 开始吧 等等 这台解放交给我 一旦 握不住 这样的好 好 好 来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快来过今天 拜托了 就一手 就一手好不好 今天 我终于成了一名实习法医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因为可以更靠近他 和他呼吸着同一平方公里之内的空气 我都快醉痒了 不过靠近才发现 事情没我想象的那么顺利 他尖酸刻薄 辛辣毒蛇 你可以吐远点吗 别把现场污染 他迅气而来可真凶 这么简单的参数 我问你怎么会记错 或许你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错误 但是我告诉你 往往这种小的错误 会改变别人的一生 难道改了 这和我想象中的大神风范 一点边都沾不上 可是有时候 他又是那么的孤独 孤独的让我心疼 我想永远 永远留在他的身边 人生总有一个时刻 要为自己的心做出选择 你可以全花心愿 但我全都 干吗在这儿倒反应呢 因为喜欢 尽身可敬 因为喜欢 这是我全心全意的真话 你能听懂吗 我回到了 来 别 老大 你说过的 人只是由糖脂蛋白质 水和无机物 组成的细胞聚合体 动手吧 去寻找你最执着的真相 找到人心 你都回来吗 还记得三毛 鼓龙和霓荒打锅的赌吗 我做到了 我实现了诺言 我明白了 心无旁路 这时候 你就是到了 我明白了 你很想看 诺言 你也不想看 你不想看 我明白了 你不想看 我明白了 这是佳佳喉咙里面发现的鳞片 来自一种叫做龙巾鲸鱼的鲸鱼 但是疑点事 这种鱼不可能存活在江中 所以你们最后的结论 我们没有结论 什么叫没有结论 清明了 他去休年假 我现在都叫了 小林 冷静点 他从九七年一天都没有休过 就让他休一回吧 那伊杰基鲜悦 但刚刚结论后 咱们边穿边说吧 十几年前我们遭遇一场半年不已的大学战 很多人都被困了 纪元的梅里也挖了半个月 才把这条路打通了 可惜很多人都被冻死了 但是五个人拖了下来 真是个奇迹 当年被我切除胶质的就是这两个人 名字叫做柯永和阮开院 他叫唐谦 六年前还回来过一次 花了很长的时间可有长特 专身 听说灰奇没夺就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 是他杀的 是甘筛杰 我跟他说一起 上次来的那个佳佳姑娘 我们的事情跟你一样 这次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啊 他休息了 你走得作咱们 你走得咱们 你走得咱们 也不把我排叶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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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了 其量的专家研究过 都没有查出真正死因 也无法判断是不是他杀 只有意识停放的 他是个爱提男的 挺神的 你怎么看出来的 紧追过前万 双手外翻就外翻 大墓支内侧有老紧 还有他的腿部俱乐退化 行家 对了 你能看出这是什么吗 看不出来吧 折她的肺 这IT男连续加了几个夜班 在回家路上突然就死了 肺却变成了这样 但体表没有任何伤害 这件事情在上班族里引起了恐慌 都说她是过劳死 加班太多 肺都炸了 雪在踏上之后 我儿子就疯了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让她学了画画 当年她迷上了那个女人 非要给她做助手 还跟着她去了雪山 那个女人是谁啊 她是一个画家 叫白化卫 白化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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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化蜜 白化卫 真anal 黄化卫 黃紫 你赶好了 笹笹笹笹笹! 鈳子 一直回来 碰平 一个 有一马 这是爸爸 4 真的 一切谜题的背后 都有着联系 就如同魔方 无法一面一面赴云 只够打乱她 破解她 才能看到 世事的全貌 我耗尽最后一丝阳气 无限地去靠近你 无限地拷问自己 也许只要接近死亡 才能接近那末真相的微光 不过 大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母 秦明 你们真是要出去旅行吗 我们的移民盘系下来了 要去趟加拿大 太好了 恭喜啊 老师 有件事情想向您请教 我也耽搁太久了 去吧 到机场等我 秦明一定是碰到什么难题 需要我帮他 你快点啊 上车 来 慢点啊 这幅画叫午餐 虽然不抵莫奈的万分之一 但他是我使用最美的午餐 大医时间到了 说说吧 您曾经给我们上药历课的时候说过 几个案例 都是五十到六十岁之间 晕厥求医 在小兵注射四十毫克之后 出现了大汗抽搐 心跳骤停而死亡 其死因是注射了大量的小兵之后 导致的痘性停泊 都是属于用药不当的医疗事故 是肌体必不可少的 但是优量过了 量药也就变成了毒药 尤其是对患有心脏病的软开源来说 我第一个疑惑是 他为什么会在自己心脏病 被发作的时候 给自己来一针ATP呢 不是他自己注射的 应该是凶手干的 我在软开源体内 找到了一种未知的化合物 后今检测 才知道这是八年前研制出来的 一种抗抑语的新药 它有一个非常别致的名字叫做 蕾君 白日梦 是的 天上去很美 往往越美丽的东西 就越发有毒 蕾君在一期临床的时候被发现 有强烈导致心衰的副作用 后来就被叫停了 也从未在世面上流通过 凶手一定知道它的副作用 所以把它和ATP混合在一起 注入了软开源的体内 确保迅速地 让其死亡 我第二个疑惑是 凶手是从哪里搞来的蕾君 很久没有上临床了 对这种新药 也没有听说过 不许是您忘了吧 或许是您忘了吧 我们学院是 Date Gym的一期临床合作意愿之一 您曾经参加过这个项目 据我分析 软开源和寇勇之间 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 彼此互不问性 彼此再无我 你现在来找我 是什么意思啊 你连火鸡都是金的 我却连饭都吃不上 你连火鸡都是金的 我却连饭都吃不上 你连火鸡都是金的 我却连饭都吃不上 这是没完 把钱拽为好 软开源有把柄在寇勇的时候 寇勇只是敲诈软开源的钱 才能 并不会杀的 随后真正的凶手出席 凶手给他注射了 ATP和Date Gym的混合炉 以为这样就可以查不出踪迹 好 有趣的是 老天开了个玩笑 软开源签署过遗体捐献书 他的遗体 被送到了我们的医学院 从那天起 他就像个幽影一样 在福尔玛林里注视着 让你的内心 不得安宁 接下来遭你毒手的是张静 您放心 我马上就搞定 天天加班 还不给涨工资 还让不让人活呢 那就去死啊 你给他吸入了叶旦 肺部迅速冻结 窒息而死 门牙也在挣扎中被崩断了 六年来你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除掉寇勇 终于在那个一夜 你跟踪我到医院的天台上 当时扣有全部的注意力都被我占据 而我又刚好失明了 对你来说 这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最后的疑问是 我最后的疑问是 你为什么这么做 是为了埋皇威吗 我说过 谁是御 谁是御夫 不一定 不一定 我说过 谁是御夫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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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和她的朱丽余伤的一切到的大血彩 起来 血彩过后华为的事故始终没能找到 我在失去她的痛苦中 活了十年 可有一天 我收到一封信 到现在心上的一字一句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痛有苦碎 血腥的人叫唐谦 她得了肝衰竭 在人生最后时刻忏悔了这一切 希望能够得到内心的平静 她叫唐谦 花了很长的时间可长得专善 她渴望得到平静 却让我特地吸去了平静 十年的痛苦变成两个字 复仇 原来华为不是死于风雪 她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她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分享仅存的粮食 满怀希望等待着救援 可时间过去了 食物没了 救援迟迟不来 寒冷 饥饿和绝望 蔓延开来 折服的黑暗人性 在茫茫雪岩中被唤醒 折服的黑暗人性 最后的一点事物不见了 救过阮开远 在华妃的包里找到了 没拿 是他很像个人 不是 不贵人 是 不贵人 啊 啊 Ugh 哎 啊 啊 铁蒱 哎 嗯 噶 na 我扔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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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根本没有偷拿过食物 只是因为他无力反抗 成为了食物链里最快被淘汰的 少一个人也少一个分食物 自己就多一份活下去的可能 他们只需要一个掩盖恶行的借口 救我 救救我 让我记住 我想我的 我想我的 救救我 救死你的孩子 救救他 我扔了你 我扔了你 你要救我 要救我 想我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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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不是在为自己祈求 他是为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求一条生命 华为 这个世界让你失望了 你说 华为是死于兵训 还是死于人心 他们不该受到惩罚了 他们不该死吗 我不该愤怒吗 我不该愤怒吗 不愤怒 其名 你很聪明 但你猜错了一点 这六年我不是没有机会杀寇勇 她是那么的像她 一样的温柔 善缘 复仇心切的 我一直处于躁动当中 但那一刻我的心 再次得到了评价 我相信是华为派她来拯救我灵魂的 我决定停止复仇 重新开始生活 一家三口阳光下的午餐 这是华为梦想中的幸福 她把它画了出来却没能实现 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我和树莉 树莉怀孕了 梦想中的幸福就要到了 而你 却自以为是当众高虎 立刻报警 我都是因为你让我渴望了十六年的幸福 轻轻渴变的遥有欲绝 也都是因为你的步步紧闭 我才不得不把这种杀业进行到底 这就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只想知道真相不关心正义 正义 那你为什么要杀害佳佳呢 她善良倒不会杀害任何一个人 我没想到佳佳为了查案去了藏区 她不但得知了华为的存在 还查出了她曾经是我的未婚妻 佳佳由女性的直觉拼出了故事的轮廓 她无法相信来找我询问 我不想伤害佳佳 可书丽怀孕了 我就要有孩子了 得起了 即使是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也要拥有十六年前 我本该拥有的幸福 我要看着孩子出生 我要陪伴他成长 我要看着书里和孩子幸福 你所知道的并不是全部 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 你怎么可能知道 因为 没具实体 都会说话 唐前死于甘衰竭 是因为在极度饥饿之下 他藏起了百花卫 用来稀释油化颜料的松结油 每天和上一点 短短的十天 就把他的肝脏全都破坏了 在接下来的十年 他每天都受着病魔的折磨 这或许是对他犯下错误的惩罚 一场间拿走了白花卫的义务 在血栽中 他饥寒脚迫 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延级症 从那时候起 就算在炎热的八月 他都会觉得冷 对饥饿的恐惧 迫使着他不断地进食 体重 足足增长了两百多斤 对于寇友 那段经历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念 他时常出现幻觉 从此以后 他喜怒无常 出现了严重的暴影倾向 从一个冠军 又落成的一个暴影 在那个雨夜 他被你推向了天台 终于结束了他的梦魇 终于结束了他的梦魇 按你的意思 所有害死化危的人 都是情有可原的 我不是在为他们辩护 我只想告诉你的事 真相之上是正义 而正义之上 有另一种东西 叫做悲鸣之心 他们是释害者 同样也是受害者 而你呢 从一个受害者 变成了一个失害者 好好好 你是高高在上 俯瞰众生的上帝 那你准备怎么怜悯我 我给你带来一样东西 在我上衣的外侧口袋里 这是他出发前 我在他指尖上画的记号 约定一毁了我就结婚 十六年 这是我得到的 你唯一的一部分 老师错了 秦铭 当年在考场上 你突错了大提卡 老师给了你重新再来的机会 可不可以 给老师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呢 可谁是不会重拌的 如果我是一个人我可以听你的 但现在我是一个女人的丈夫 一个孩子的父亲 对不起了 你说过的谁是鱼谁是鱼符符 到最后没有答案 我在家家体内发现了微量的麻醉剂 所以我在出门之前 已经给自己注射了解毒剂 你现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杀死了自己心儿的血声 却被最得意的弟子送上了乱头胎 这也许就是宋明吧 金铭 我求你最后一件事 别让我的孩子 知道他的父亲是凶手 人心中的恐惧 恰恶 怯懦 愤怒 仇恨 就像黑海的多米诺骨牌 第一块一旦倒下了 后面就会排山倒海 难以阻挡 当善良的力量 把罪恶的多米诺骨牌停下的时候 被拯救的 不只是生命 还有希望 这个 或许你想留着 漫长的 各位老师好 我叫范佳佳 你为什么不好喝里了 因为我想离一个 我崇拜的人更近一点 这个不全 女马K 担联才有钱 不是不是 我说的不是您 我说的 是另一个人 是谁 对 好 我的演讲结束 接下来是提问的时候 大家可以提问啊 师兄 你为什么一直坚持做法医 其实这个问题 我也吻了自己很久 以前我以为 是为了真相和照顾 直到我被生命的另一部分所打斗 我才明白生命有它更加温暖的含义 风轻轻吹 我随你去远方 这人间的剧场 没有你多荒凉 就这样 就这样 心随你去流浪 从此再无悲伤 只有赤裸的真相 是 的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